中方赞赏南非方面 及时同世界分享 发现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的相关信息 中方认为应对疫情要基于科学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在协助各国应对疫情 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中 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中方愿继续同包括南部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团结合作 共同努力 最终战胜新冠病毒 关于你说的 奥密克戎 对冬奥会的影响 我想肯定会带来一些防控方面的挑战 但是 有了我们中方应对新冠病毒的防控经验 我完全相信 冬奥会会如期顺利成功举行